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核心提分宝典的课堂 我是本次的周江老师小金老师 那我们今天呢是来学习第一章第二节的内容 那么第二节呢是我们事故制应及安全原理 在这一节我们就按照一分去准备就可以啊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会涉及到我们事故制应理论 还会涉及到我们的一个安全原理 还会涉及到原则的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知识点 第一个知识点呢是事故制应理论 在事故制应理论里边 我们包含了六部分的一个理论 首先来看第一个 说事故频发倾向理论 根据它的一个名字 我们就知道啊 它一个频发 频发是不是频繁的发生 以及有一定的倾向性 说少数事故具有事故频发倾向的工人 是事故频发倾向者 那这个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啊 一个工厂呢 它发生了七起事故 那么可能因为某几个人啊 这某几个人 他们一共参与的就发生了五起 这就是有一个倾向性 就是说他们存在 是工业事故发生的原因 如果我们企业当中减少了这一类人 那么就可以减少工业的一个事故 就有一些人就爱发生事故 他们就因为马虎 因为大意就比较容易发生事故 当然啊 这个是比较早期的一个理论 现在已经是不符合这样的一个理念了 对吧 它是不符合我们现代事故 之应理论的一个理念 那么当然 也就说明了 我们事故频发的一个倾向理论 它考察的频率也是比较低的 因为没有任何意义 对吧 它不符合我们现代的一个理念 那么考察它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顶多啊 最多只能有一个选项的出现 所以大家知道它一个频发倾向理论指的是什么意思就可以了啊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是事故因果连锁理论 在事故因果连锁理论 我们看到这个因果是不是就是有一个前因后果 就是说发生一个事故 它并不是单单这个事故的发生 那么它肯定是因为前面的一些某些原因最终导致这个事故的一个发生 那么事故因果连锁理论 它里边包含了我们海英里希事故因果连锁理论 还包含了我们博德的 还包含我们北川侧三的一个理论 这三个考察的频率是比较高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英里希的一个事故因果连锁理论 它提出来的说我们发生不是孤立的 这跟这个因果是有关系的啊 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首先是不良的环境 或者是先天的一个遗传因素 不良的环境是不和物相关 那么先天遗传因素是可能和人相关 对不对 然后导致了人存在一定的缺点 然后会导致人的不安全行为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马虎大意 然后也可能是因为物的不安全状态 设备本身有问题 那么最终呢会导致我们发生一个事故 然后导致人员的一个伤亡 那么注意的一点就是第三步 它是人的不安全行为或物的不安全状态 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去分析 来事故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这个要注意啊 我们分析的时候就是从人的不安全行为 和物的不安全状态来分析这个事故的一个原因 人员伤亡到底是为什么 然后也是说把我们这个因果连锁的一个过程 影响因素分为了五个 其实是和我们上边这个图是一样的啊 只不过是更加详细了 说遗传或者是社会环境 或导致人的缺点 然后有人的不安全行为 或物的不安全状态 然后呢造成我们的一个事故的直接原因 最后发生一个事故 最后导致人员的一个伤害 一共有五部分的一个内容 这个影响因素 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就行 主要是知道我们第三步是什么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是我们现代英国连锁理论 这里边有博德和北川 我们来首先看一下博德啊 博德呢 它指的比较多 控制不足 基本原因 直接原因 事故 受伤 损坏 损失 这个相对于我们北川和我们的一个 海英里西的一个英国连锁理论 考的是比较少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说 它一共包含着五部分 五部分那个内容都有什么呢 首先是我们控制不足 控制不足呢 指的就是说 我们对人的不安全行为 和物的不安全那个状态的控制 它是管理工作 你可能做到不到位 没有管理到位 从而发生一个事故 那我们基本原因呢 基本原因包括个人原因和工作有关的原因 直接原因 直接原因就是人的不安全行为 和物的不安全状态 是事故的直接原因 它是一个发生事故的一个征兆 它是发生事故的一个征兆 就是前提 有这样 如果说你经常出现人的不安全行为 你经常工作的时候打瞌睡 那就容易发生事故 所以它是有一个征兆的 然后我们事故 事故呢 就是说你防止事故 那我不去接触这些危险 是不是我就不会发生事故呢 说防止事故就是防止接触 为了防止接触 那我们就给它改进 比如说我们沙轮机 沙轮转的时候速度比较快 那我为了防止接触 我是不是可以可以给它有一个防护罩 或者说我提高你的一个个人安全意识 这样你就知道我不能碰这个沙轮 这些都是我们事故 然后最后一个受伤损化损失 作为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北川撤三 它提出来说我们事故呢 它分了基本原因和渐渐原因 要注意这里分的是基本原因和渐渐原因 有没有直接原因啊 没有直接原因 那么基本原因呢 它包括了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我们管理的问题 可能是你管理不到位等等 还有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学校教育的原因 一定要注意是学校教育 那就是你上学的时候的一个相关教育的问题 还有就是我们社会性问题 或者是历史的一个原因 这是我们基本的原因 那么渐渐原因呢 可能是技术不到位 那么这里边又有一个教育原因 这个教育啊 指的就是我们企业可能会进行的一个教育培训的一个问题 或者说身体本身 或者说精神状态的一个原因 一定要分清楚基本原因和渐渐原因 这里边并没有包含直接原因 还要区分开学校教育和教育 它俩是不一样的 通常呢考试会混着一起去考察 这是我们因果连锁理论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是能量意外释放理论 这是比较重要的啊 一共有三颗星 能量意外释放理论呢 说人受伤害的原因呢 是因为某种能量的一个转移 就一定条件下 我们某种形式的能量 能否伤害到人呢 取决于这个能量的大小 以及接触的时间那个长短 以及说他接触的一个频率 大还是小 还有力的一个集中程度 如果说全部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 我们很大的一个力 全部集中在人一个人身上 那可能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就没了 那如果说这个力特别的小 而且要分散的特别大 那可能只是会感觉到有一丁点的疼痛 所以这是取决于他的哪些地方 那我们首先来简单的看一下 关于我们能量释放理论的一些概述 就是说我们这个伤害事故的原因是什么 以及说他的一个表现是什么 我们伤害事故的原因就是说 你接触了超过我们身体本身 能够承受的一个能量 比如说我给你一拳 我轻轻给你一拳 你能承受得住 那没有问题 如果我特别重的一拳 可能就会超过你的一个抵抗 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伤害 第二个呢是说我们有机体 比如说我们身体与周围环境 正常的一个能量受到了干扰 比如说我们窒息 我们正常呼吸是没有问题的 但这个时候呢 我不让你往里吸氧气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会窒息 淹泥也是 我们掉到水里边 不能够正常的去呼吸 我们能量交换受到了干扰 那这个时候也会发生事故 发生伤害 这是我们这个原因 那么表现呢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说这个能量呢 是发生了一个转移 那这些能有什么 有机械能 电能 热能 化学能 以及我们相应那个电力啊 非电力的辐射 还有这个生能和生物能 作为简单了解就可以了啊 那么另外 释放的一个机械能 会造成我们工业伤害事故 那主要有一些什么呢 像我们这种人体的一个坠落 这是不是我们一个势能的改变 从高到低 以及坍塌啊 冒顶 偏邦 物体打击 都是由势能 去意外释放造成的 那么我们车辆伤害 是不是是动能 对吧 车跑起来有动能 以及机械伤害 物体打击 都是运动起来 那么他们是由于意外释放的 动能造成的 就是能量的一个转换 这个作为简单了解就可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去防范它 那么它防范的一个对策 是非常重要的 一共有11种 这11种我们怎么去学习 考试的时候怎么去考呢 就是前后要一一对应上 可能我会说到啊 在选项里边说 用压缩空气的动力代替电力 那么我是采取了哪种批逼措施呢 我们要能够选出来 说用安全的能源代替不安全的能源 这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再比较难的 就会直接说 用压缩空气动力代替电力 它是属于延缓释放能量 那你要判断出来 它是错的 这是两种考察方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11种它都包括什么呢 这11种它包括了 用安全的能源代替不安全的能源 然后有限制能量 防止能量的蓄集 控制能量的释放 延缓释放能量 开辟释放能量的一个 区道设置屏蔽措施 在人物能源之间设置屏障 在时间上或者是空间上边 把能量和人隔离开 或者提高防护标准 改变我们工艺的流程 或者是修复或急救 那我们来知道这11种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啊 它是指什么样的 那么用安全的能源代替不安全的 以前 我这种容易发生触电的 那我直接用压缩空气动力 去代替你这个电力 这是不是就可以有效的 防止触电的一个事故呢 然后第二个呢 是我们限制能量 限制能量限制它的什么 限制它的大小 以及它的一个速度 只要它够小 只要它够慢 即使作用到人的身上 那么可能不会造成那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比如说用低电压的一个设备 有电吗 有电 但是电压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限制我们这个运转的速度 防止能量的蓄积呢 就是说让这个能量啊 不要堆在一块 因为它堆的越多的话 那是不是我如果发生 一旦发生事故 后果是很严重的 所以用这种低高度的一个微能 控制我们爆炸性气力的能度 或者说用这个接地啊 尤其要注意这个例子 用接地消除静电的一个蓄积 它有静电 直接给它导走 通过接地给它导走 不要让它堆在一块 第四个是控制能量的一个释放 比如说我们建立水闸墙 防止高势能地下水的一个突然涌出 有一个准备 然后第五是延缓能量的释放 这里比较常见的就是安全阀 安全阀 它是不是是有压力的一个蓄积 但是它达到一定那个压力的时候 我们安全阀就开启动作 是不是把这个压力给它卸放掉 然后再回来叫回坐 然后压力再高再放 就是延缓不是说你有 一马要放出去 不是 是达到一定程度 然后一起给你排出去 第六个是开启释放能量的渠道 你原本只有一条道 那我再给你开一条 开一条 比如说我们安全阶地 对吧 安全阶地 然后在我们矿山里边 这是比较专业的一个 就是说在矿山探放水 可以防止透水 防止这个水的蓄积 我可以再给你开一条道 让你的水走掉 然后第七个是屏蔽设施 屏蔽设施像我们这种防护罩 围栏 个体防护用品 然后在人物能源之间设屏障 比如说我们这种防火门 这就是把它直接隔离开 第九个呢是提高我们这个防护标准 比如说用我们双重绝缘工具 我们一般的工具都是绝缘的对吧 那我用双重绝缘 那我是不是可以有效的防止高压的电能触电事故 虽然它不一定说是能把所有的事故都防止掉 但是它的防护性能是更好的 然后第十个就是改变工艺的一个流程 把不安全的改变成安全的 比如说用无毒的 那如果说不能够用无毒的 那就用少毒的去代替这些剧毒的有害的 把我们的危险降到最低 然后第十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些修复或者是急救 这十一个啊 它可能会有一些交叉 那么在记这个的时候 重点是把后边的例子啊 要给它一一对应上 那么考试的时候呢 也通常会考察我们的例子 一般都是从我们后边这个例子去出题 不会给大家新出这个相关的例子的 所以一定要多看一看啊 一共十一类 然后我们来做一道题 说某加油站卸油区设置了我们静电的一个释放器 然后作业人员进入卸油区需要先接触静电释放器 来释放身上可能带有的静电 因为加油站嘛 如果你有静电的话 可能会发生我们的火灾或者说爆炸 那么根据能量意外释放理论 这个是属于什么 那我是不是把静电给它导走 不让你身上不再有静电 不是在让你在身上静电去续集 所以选的就是A选项 那么限制能量呢 我们主要限的它是一个大小和速度 这并没有 是不是 控制能量的一个释放 怕它的一个突然的出现 这也不是 那么延缓能量的释放 比如说我们安全法 这个呢是说 我怕你续集在一块 你有我就直接给你导走 每次去每次导 是不是 所以选的就是A选项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四个 第四个是轨迹交叉理论 轨迹交叉理论呢 我们要注意的啊 既然它提到了轨迹交叉 那么交叉呢 是不是最少也应该有两方面的 对不对 那么它确实啊 只有两方面 那两 哪两方面呢 一个就是人的不安全行为 一个就是物的不安全状态 那么它俩要同时出现 什么是同时到什么程度 同一时间 同一空间 同一时间出现 或者是同一空间出现 或者说是 我们这个人的不安全行为 与物的不安全状态相遇 那么在它相遇的时候 发生的一个事故 是属于我们轨迹交叉理论 其实简单理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事故的发生 它不仅仅是因为人的不安全行为 那么还跟物的不安全状态 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设备 刚好坏了 然后这个人去操作的时候 他还马不大意 最终导致一个事故的发生 这就是轨迹交叉理论 就是人和物 它都有问题 那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说在这里 我们重点呢 是放在控制物的不安全状态上 就是让我们的设备 不要出问题 那么关于轨迹交叉理论 主要记忆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人和物要同时出现 跟它俩都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来看 15年这道题 说下列事故说法中 符合轨迹交叉理论的是 那我们要来看一下 上边都有什么 说我们这个公司呢 去组织安全检查 假呢 不听劝 然后不佩戴我们劳动防护用品 是不佩戴劳动防护用品 这是不是人的问题 下检以后 立刻晕倒到锦中 然后呢 最终导致窒息 然后死亡 那么调查发现呢 这个公司没有制定 有限的空间作业制度 这是不是是管理的问题 没有制定制度 是管理的问题 那么砝码在进行检查的时候 已经被污染 含有有毒气体 是不是被污染 然后有有毒气体 这是设备本身有问题 也就是物有问题 那我们说了 说轨迹交叉理论 是人和物去相结合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有毒气体 和这个不听劝 没有佩戴劳动防护用品 它两一结合 导致的这个事物 如果说它没有有毒气体 它不带防护用品进去 也可能没有事 那可能说 它带了防护用品 这里边有有毒气体 也可能不会导致事故的发生 只有它两一结合 才会导致这个事故的发生 那我们也就知道了 就是这两个 就是我们要找的 那么来看说 违反规定和罚门 存在有毒气体 没有问题吧 然后B 受到污染 有毒气体 这是物的不安全状态 主要原因 在我们轨迹交叉理论里边 我们人的不安全行为 和物的不安全状态 它是同等的 所以我们B C都是错误的 制度确实 那是我们管理的问题 管理的问题 一般都是渐渐原因 直接原因就是因为 一个不听确 一个还有毒 所以这道题 正确选项 就是A选项 这是我们第四个 接着我们再来看 第五个 是关于我们 系统安全理论 一看到系统 那是不是它就比较全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说这个系统安全 指的是什么呢 说这个系统 寿命周期内 我们要用系统安全管理 以及工程原理 去识别相应那个危险 然后把这个危险性 给它降到最小 来达到最佳的安全状态 那么在系统安全理论里边 也提到了啊 说我们应该从这个 制音理论方面 去考虑如何去改善 我们这个物的状态 就是说物的系统的可靠性 来提高复杂系统的安全性 那么也提到了说 没有任何一种事物 是绝对安全的啊 没有绝对安全的 都是有一定的危险的 我们也不可能把我们 危险给它全部跟除掉 只能是减少危险性 因为我们这个危险员 以及危险 我们只认识到 有这么多危险 其实我们没有认识到的 它还有很多 这也说人的一个认识 能力有限 我们不可能完全的认识 危险和危险员 就是这个危险啊 它一定会产生的 你可能会说 我把这个危险给它屏蔽掉了 那么可能会有新的一个危险产生 那么在这里 大家主要知道一点就是 没有任何事物是绝对安全的 也不可能把一切的危险 和危险员都给它跟除掉 就可以了啊 在这里里边 大家注意两点就可以了 那么下边呢 也是给说了一下 说是人的 人失误产生的原因 包括什么 可能是因为我们条件设计不当 也就是说它工作条件 和人的接受程度 是不匹配的 比如高强度 人接受不了 或者说人员 那个不恰当行为 误操作 这些都是可能会产生失误的 这作为简单了解就可以 在我们系统安全理论 它考的是比较少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怎么去考察 说上述事故 质疑那个分析和采取措施 符合什么 来看 上述赦到了什么 说是我们某矿井 辅助运输环件比较复杂 然后比例也比较高 那么进行分析的时候 发现 由于我们运输的钢丝绳 蓝挡装置 反应迟缓 然后也因为我们矿工 在斜井工作的时候 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不安全行为 为了保证 我们斜井提升运输的安全性 那我们这个矿井 对于矿井 斜井提升运输的安全防护装置 进行了智能化的改造 同时呢 强化了我们职工的一个安全意识 避免了不安全行为 你看 它这个措施 它是不是是 既从人 对吧 我强化你的意识 然后也从物 我进行智能化的一个改造 它说发生事故的时候 一个就是反应迟缓 第二就是人意识不到 自己的一个行为 所以它俩一结合 是属于我们 轨迹交叉 对吧 轨迹交叉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 人和物都要有 跟它俩都有关系 所以正确选项 选的就是B选项 因为我们系统理论 它考的是比较少的 所以这里又给大家 去区分了一下 我们轨迹交叉理论 系统呢 主要大家记住一下 它就比较全面 它是站在整个系统上面 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六个 第六是综合 我们说刚刚已经说了 说我们系统 它是不是已经是 比较全面的了 它是站在整个系统 去考虑的 那我们综合原因论呢 它会比我们系统 更加全面 它不仅是站在整个 这个生产系统里 系统里边 它还会包括了 我们社会的因素 也会包括我们一些管理因素 当然我们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些因素 也要包含进去 综合是更加全面的 它不仅仅站在整个系统了 那这个作为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第一部分事故之因理论 重点要掌握的啊 就是我们韩英里希事故 因果连锁理论 要知道它的第三步是什么 是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 然后我们博德要知道啊 他说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 是和人的不安全行为 和物的不安全状态有关的 然后能量示范 能量意外侍奉理论呢 是要掌握我们11个屏蔽措施 要把它一一对应 然后再把轨迹交叉理论 要知道人和物 他们的一个不安全行为 以及不安全状态 同时出现 就是我们的轨迹交叉理论 这个是要注意的点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呢 是安全原理 我们安全原理呢 包含了四个原理 然后包含了14个原则 我们首先要知道这四个原理是有什么呀 四个原理有我们的系统原理 人本原理 预防原理和强制原理 那我们原则呢 是要注意的 系统原理呢 它有动态相关原则 整风和封闭反馈 然后人本呢 有动力能及激励行为 预防偶然损失因果关系 三意本质化 强制有安全第一和监督 那我们进行一一的学习啊 首先来看系统原理 系统原理 所包含了四部分内容 那这四部分到底什么是动态相关性的一个原则 什么是整分和原则呢 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是动态相关性原则 动态相关性原则就是说 我们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 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是运动的 但是这个要素之间呢 它是相互联系 相互制约的 一定要注意 它是动着的 然后整分和原则呢 整分和原则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整体规划 我们现在有一个计划 要整体的进行一个规划 整体规划完以后进行一个分工 明确分工有小张小王 对这个计划具体的每块实施 分完以后 我要对这些整体的进行一个有效的综合 你总体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所以是整分和 我首先把整个问题 大的问题 我拆分成很小的一些问题 然后进行一个明确的分工 在分完工以后 我们有一个大的一个通用的一个管理 有效的一个综合起来 这是我们整分和 那么反馈原则呢 比如说我们实施了这个计划 对吧 那么像哪个部门去实施呢 这个部门用这个计划感觉怎么样 对吧 会反馈一下 根据他语名字去解释就可以了 理解就可以了 然后封闭呢 封闭指的是说 任何一个管理内部 管理手段 管理过程 它是构成一个连续封闭的一个回路 才能够有效的去管理 你看像这个我们反馈完 对不对 我们说这个计划 你去反馈完了 反馈完 是不是我要进行一个改正 那么改正的时候 可能针对这个问题 我又重新进行一个计划 或者说我再对这个计划进行一个修改 那么修改完以后 再去进行审批等等 它是一个闭环 一定要注意 它是一个连续封闭的 这是封闭原则 这是我们系统原理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人本原理 人本原理呢 指的就是说 要把人的一个因素放在首位 主要突出的是以人为本 在人本原理里边呢 也是包括了四个原则 一个动力能及激励和行为 那么动力原则呢 就是说推动管理活动的一个基本力量 是人要激发人的工作能力的动力 就是说 我心甘情愿的去工作 那么比如说我们上班 对吧 我们上班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为了挣钱 挣钱就是我们的一个动力 或者说我为什么去工作呢 因为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那我 这个梦想就是我的一个动力 然后能及 能及原则 就是说在管理系统里边 根据个人的一个能力 能量的一个大小 去安排工作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公司 是不是有领导 有高层领导 中层领导 有小领导 还有我们基层的一些员工 那么都是根据他的一个能力 去排序的 你能量大 那你就承担的责任比较多 能量小 那承担责任就比较小 发挥不同的一个能量 然后激励原则呢 就是说管理过程当中 我们这个激励呢 就是用一些外部的 又因那个刺激 调动人的一个积极性 比如说 我们完成一项工作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完成这项工作 我们就有多少钱的一个奖金 是不是 这就是激励 或者说我们在小时候学习的时候 说你这次要是考一百分 我就奖励你出去吃一顿 大餐 这都是激励原则 也是要激发人的一个内在潜力 充分的去发挥我们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然后第四个呢 是行为原则 行为原则呢 就是要和他的一个动机 结合起来 说人的一个行为 就是需要决定动机 动机产生行为 如果你没有动机 就是说你干这个事情 你都没有一个目标 你也不知道你自己为什么干 那么你可能就会不干 但如果你知道说我干这个事情 比如说我们去学习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 我们要拿这 拿这 我要找更好的工作 这是要有动机的 动机会使我们动起来 会产生行为 行为会指向目标 目标得到满足以后 我们就会有新的一个动机 比如说我们考完试了 拿到这了 拿到这呢 我们就去找好的工作 找好的工作 我们会发现 我们又需要去学习别的知识 然后我们又重新开始学习新的知识 这是一层一层往上走的 这是行为原则 接着我们再来看预防原则 预防原则呢 是主要做到预防为主 这个没有发生事故 只是说要把这个事故发生的概率降到最低 主要是为了预防 第一是偶然损失 就是事故后果以及后果的严重程度 都是随机的 没有办法去预测的 首先我们来看偶然损失原则 偶然损失原则 我们看到了偶然两个字 那么它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事故啊 它发生 导致我们后果 严重的一个程度 是没有办法去预测的 它是随机性的 即使说 一直发生的是同类事故 那么他们这个结果也不一定是一样的 所以它具有偶然性 随机性 叫偶然损失原则 因果关系原则 因果关系原则 那就是说有因有果 发生事故是有原因的 那比如说我们考试及格了 那我们是靠运气级的格吗 肯定是和我们努力学习分不开的 所以它有因有果 这也就是说 我们许多的因素互为因果 只要有诱发的因素存在 那么发生事故 一定会发生 是必然的 那只不过是发生事故的时间 不一定而已 三意原则 三意原则 这个意指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工程技术 第二呢 是我们教育 第三呢 是法治 这也就是我们三意原则 那么它呢 也是从我们四个方面来去总结了 我们的不安全行为和不安全状态 从哪四个方面呢 技术原因 教育原因 身体和态度原因 以及管理原因 只要看到我们这个教育啊 法治啊 工程技术啊 我们就直接把它归为三意原则 就可以了啊 这是我们预防原则 这也考察的比较少 在这里边考的最多的就是偶然损失原则 还有最后一个是本质安全化原则 本质安全化原则呢 就是本质安全 那么就是说 从一开始 就从根上让它安全 从根本上去消除它事故发生的那个可能性 这是我们本质安全 这是最可靠有效的 本质安全 但是这个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 考察的可能性也是比较低的 那么第四呢 强制原则 强制原则呢 就是强制管理人那个意愿以及行为 这里边只有两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安全 第一 要求就是我们在生产过程当中 或者说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要位置 任何都不能和它冲突 如果说你违背安全去生产 那是没有任何必要的 任何意义的 这是安全第一原则 监督原则呢 监督原则就是我们的法律法规啊 或者说我们相关那个政府部门 要对它进行监督 不让它违法去生产 不让它去违章作业 这是监督原则啊 有一定的强制性 那么在这里边去考察的时候 主要就是我们的原则 和原理要对应在一起 还有就是我们原则的一个内容 说出来以后 你要知道它是符合哪一个原则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具体提出来怎么去做啊 比如说我们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进行执法 那么属于哪个原则 要知道它是监督原则 要这样一一对应上 我们来看一般年之道题 一般年之道题呢 说企业的新建领导班子 用这个现代企业管理理念 在制定了总体的目标 进行宏观决策的时候 将安全生产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纳入了顶层设计 纳入顶层设计 然后将安全生产总体目标 进行了逐级布置 看到了吗 是逐级布置 首先我把它整体放在一块 然后再逐级布置 这是不是完全符合我们的整分合原则 只不过它没有说 在综合有效的管理 那像行为原则 你用排除法其实也能做对 行为原则 你首先要有动机 这完全没有提到 因果关系 也没有说因果有什么关系 能级 根据自己能量的不同 承担那个相应的责任也不同 也没有提到 所以只能够选择必选项 其实它做题相对来说 是比较简单的 以上就是关于我们四个原理 十四个原则的一个相关内容 它可能会比较拗口 或者说比较难记 但是大家只要掌握一个大概就可以 这里只考察一分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